哈喽哈喽大家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呢 是我要介绍的 十支春夏我最爱的唇膏唇幼 开架版 这个颜色呢 会相对于专柜版的来说 比较鲜艳一点 选完了专柜版之后 再选开架版 就口味会变重吧 废话不多说 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支呢 我要说的是 Revealong的这一支蜡皮唇幼 这一支颜色涂出来 超级美 水红色 特别夏天 就感觉它的颜色就叫夏天的颜色 Revealong的蜡皮唇幼 这个系列呢 几乎不会踩雷 所有的颜色都特别好看 不管是光泽版的 还是雾面版的 涂出来之后呢 你不会感觉拔干 都是很丝滑的 它的颜色有点像 没有闪片的Cocneed 感觉像是平T版的Cocneed 真的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这支超级美 它涂出来之后 是有淡淡的薄荷味 和Cover FX那一支呢 有点不太一样 这一支它是淡淡的薄荷味 而Cover FX那一支呢 是有一点点浓的 上嘴很清爽 不会有蓝蟹或者染唇 所以大家需要时常背着 放在包里时刻补妆 第二支呢是Color Girl的这一款唇釉了 它是和Kitty Perry联名的一支 它的包装就特别可爱 它的这个刷头这上面 是一只小猫猫的形状 这一支我在之前的Color Girl视频里面 有详细的介绍 它这一个质地啊颜色这些 在这里的话呢我就简单来说一下 它这一款涂出来之后颜色特别深 薄涂的话呢它是一个带霉调的水红色 厚涂的话它就是一个带霉调的正红色 不管你是很隆重的场合需要厚涂 或者你只是一个春油需要薄涂的话 它都可以hold得住 属于一个一色两用的唇釉 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它是唇釉嘛 所以一定会粘粘续 戴口罩的话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它没有染唇的效果 所以卸的话特别好卸 下一支Wed&Wild这一支呢 我的色号是540A 这一款的话其实跟Revalon的这一支颜色很相近 都是属于Cogni的平替款 颜色超级夏天 大家知道Cogni的颜色有多美 就应该知道这一支的颜色跟那个属于是一样的 只是它也是一样 没有小闪片 颜色涂出来会比较肃静 但是也不会试了它这个夏天可爱活泼的这个颜色的色调 送手的时候 只乖在Wild这个品牌就是白菜价格 像这一支的话 我记得价格应该是两刀加币的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唇膏这边有一截是露出来的 所以你如果盖盖子盖了不小心的话 你就会这个边边就蹭到这个唇膏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 除去这个毛病以外 这个包装比较简单一点以外 其他的真的没有毛病 别看它是这么便宜的价格 但是它也是经过欧盟北美这边的安全检测 就算它便宜 它的成分也是很安全的 下一支Mavelline的这个100号色 这个算是一个新系列了 整个系列的颜色都是比较水润之地的 不会特别的厚重 也不会说特别的拔干 都是很滋润的 颜色出来就是一个淡淡的美色色 颜色特别美 如果你是黄二或者肤色更深的话 就不太适合这一支 毕竟它是霉字色 对于肤色比较深的话不太友好 但是如果你是白皮或者黄一白的话 就大家很适合这一支 带带颜色去滋润你的嘴唇 不管你是裸妆还是淡妆都特别的适合 这支欧莱雅的唇用呢 是我从买到它第一次用完之后就超级超级爱 我这个色号是202色 它这个出来的颜色呢 是有一点珊瑚粉色 里面夹杂着很细很细的银色小闪片 它这个珊瑚色呢特别的淡 所以说不会特别的显它这个颜色 只是淡淡的去滋润你的嘴唇 如果你的唇色特别浅的话呢 它会给你提升一个气色 如果你的唇比较深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颜色是盖不住你的唇颜色 但是它这个唇釉会给你的嘴唇带来一个滋润 有一个唇釉的通病就是它特别的黏 如果你是戴口罩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就不要选这一支 但是如果你不需要戴口罩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一支 我不确定在加拿大还能不能买到 因为这一支很早以前就已经下架了 但是在国内的话我看到淘宝上是有卖的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一支 颜色特别美特别鲜 下一款Revelon的这个017色呢 这是一个新系列 之前我有拍一个视频是专门介绍这一系列的唇膏的 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可以翻到我之前的视频 大家去看考一下这一个系列出来的颜色都是宝藏色 它有春夏的也有秋冬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这一款出来的颜色呢也是那种梅子色夹杂着雪红色 整个颜色特别美特别鲜 不管你是唇色浅还是唇色深 它都可以显它一定的颜色 涂出来的质地就特别特别的水 就会让我感觉这水的有点太过分 感觉不像是一个唇膏的质地 就感觉像是一个特别水的一个东西擦在唇膏上 完全是一个没有毛病的颜色 我不确定这一系列在国内有没有上架 但是在加拿大的话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 再一只这款Bonjuice呢 这个品牌应该在三年前四年前比较火 人家都在推荐他们家产品 不管是唇釉还是粉底都在推 之后的话就再没有见过有任何人推了 可能老手的话应该都已经忘了这个品牌 新手的话估计都不太知道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是一个法国的算是开价中的高端品牌吧 价格其实不是那么的便宜 比欧莱雅还贵 欧莱雅已经是我公认的开价里面 最贵的品牌 但是它价格其实比欧莱雅还贵 价格有一点点专柜中最便宜的那个价格了 这一支在加拿大买的话是22还是25加币 我忘了 价格其实已经不算便宜了 我选的这一支是丝绒之地的18号色 上嘴之后就是一个正红色 不偏暖也不偏冷 很适合现在要戴口罩的小仙女们 因为戴口罩的话你掉屑屑 这一支丝绒之地它不会去沾你的屑屑 可能只有一两根在你的嘴唇表面 但它不会被吸进去 需要有一两个小时要戴口罩的话 大家可以选丝绒之地的 如果你觉得厚涂颜色有点深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薄涂 慢慢的点在你的嘴唇上 颜色也是特别美 会给你提升一个气色 它是主打一个长效24小时持久的 所以它有一定的染唇效果 卸妆的时候大家要稍微仔细卸一下 除去这个以外 其他的真的完全没有毛病 下一支一点事本就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光泽系列 这个光泽系呢 它就会比这个丝绒系的稍微黏一点 读出来的颜色呢 是属于一个橘调的红色 对于肤色比较深的小鲜女人来说就不太友好 但是它没有丝绒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不会染唇 所以卸的话特别好卸 上嘴症是会让你保湿 不用担心你的嘴唇过两三个小时会拔干 因为它整个就是一个光泽质地嘛 下一款呢是SS的这一个12号色 下一款呢是SS的这一个12号色 颜色出来会有一点点一点点带荧光的霉红色 但是黄衣白或者白皮的话真的不用担心 如果你肤色比较深的话就真的不是很适合 如果在冬天涂你是白雪公主那样白的话 就哇你就会特别咸 就像童话里走出来的公主 但是夏天涂的话呢 我不建议厚涂 我觉得就薄薄的藏在嘴唇上 给你的嘴唇稍微带一点点 它这个颜色就会特别的美 霉红色呢可以简单的给你增加一点气色 essence这个价格呢也是特别的便宜 这一支的话应该是五加币左右吧 很适合新手或者学生的 大家不想花那么多钱在唇膏上的话 可以去试一下essence这系列的唇膏 只要你避开那些裸色 它其他颜色其实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就包括这一支那么霉红色 但是如果你薄涂的话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我们来说到最后一支了 就是欧莱雅的这一款唇釉 这一支唇釉真的是主打长效之久 这个唇釉它上嘴之后半分钟 或者一分钟之后 它就会慢慢慢慢干掉 干掉之后是零染唇 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说要后续补充 除非说你要吃很油腻的东西 如果你出门不需要吃东西的话 只是喝东西 大家就可以完全涂这一支 它可以让你保持一天 因为它单涂这个唇釉上嘴会特别特别特别的拔干 干到就是感觉它是拔在你嘴唇上 所以它后面给你配的这个唇膏 就是让你涂完这个唇釉 干了之后涂这个唇膏 它就会给你带来一点滋润 当然了你也可以不用涂这个唇釉 可以换其他的top 盖在这个上面也会特别的美 这个颜色就是正红色 不偏暖不偏暖 盖在上面的这个top选项就会特别的多 如果你需要戴口罩 戴一两个小时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选这一支 你出门前可以先把这个红色的唇釉上嘴 然后就不涂任何东西 等它干了之后 你戴口罩是完全不会粘毛屑 这一点百分百可以确定 等到到了办公室 或者你需要摘口罩的时候呢 你再把后面的润唇膏涂出来 它就可以滋润你的嘴唇 又给你嘴唇带来一定的光泽感 我们下期再见 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重参哪个颜色 如果有的话 欢迎弹幕或者评论 这一次的开架版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对我的视频 或者对我的频道感兴趣的话 欢迎like我 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